我們回覆一下那件事,那些是非就做錯事 剛剛想問我答不答我 舉些例子,例如說錯了些什麼呢? 我很保守的,我比較少說錯事 我現在在想,老毛要想一想 你那些沒什麼人聽,不如說別人那些 你在OG界不怕說,見證了這麼多年 這麼多歷代的Youtuber的情緒 真的想不到,為甚麼? 那個什麼男?什麼俱樂部? 是否有這樣的事情? 那些歐心鬥角,不是說錯話? 你等我先想想,我要先想想 好,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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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兩杯 如果你說說錯話,敏感一點 就真的,社會運動那幾年就比較多 很近期 是,即是數三年 即是未有運動前就很和平? 沒有勾心鬥角? 都不是的,但沒有那麼著跡 即是不會那麼容易說錯話得罪人? 先不要說政治那麼敏感 其實很多人很多時候有些公關災難 即是他們可能,其實他們沒有心 即是他們可能代理一隻產品 那時候已經有一群Youtuber去賣東西 叫做大貨,但那隻產品就不太好 所以他們都會被人罵 甚麼產品? 有些是美容,或者有些是VC 他不是代言的,只不過他們有合作 他要拍廣告 即是他收了錢,他要賺一份 對,沒錯,都會有這些 那件事,看看發酵到多大 其實變相就是,當你在網絡浸淫的時候 你會知道他最近被人罵 我平時拍攝,找不找他好 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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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自己就… 我真的沒有很大件事 如果你說我真的被人罵 那段時期是 我那時試過,我拍食辣 我就在日本找了一隻辣的薯片回來 我就找不同的Youtuber去試 但那時剪片有點累 我就每個人都是出一條片 誰知道就被人罵我 就是 你這樣這麼節省力 你每一集就一個人 但其實… 甚麼人罵你 網民 高登仔 連登仔 他們說 我是這樣的催 他們說我是耶穌五餅二餘 即是你派工作 我不是派工作 即是他本來可以一條片 可以一條片做完整個主題 即是沒有內容 我分了幾條 即是要沖多一些內容 但其實你去到現在 其實… 其實不是說錯話 被人罵 被人罵 人家會引起討論 但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都是一個主題幾十個人拍 但又不會被人罵 即是很有趣的 就是原來你的頻道 都不合 你要有一個規則給自己 即是你要好好 但其實你們現在 需要迎合觀眾的口味 某程度上 每年的觀眾都不同口味 即是迎合呢 你迎合會順利些 我經常聽你們YouTuber 是跟連登高登那些 是有對立的 其實不是對立的 其實很多個YouTuber 都是在這些討論區裡面 突然間的名氣 就在那裡回來的 某些人可能分享了一些東西 在那些討論區 其實他是互助互利的 我覺得幫了一個YouTuber 很多時候 但是 亦都可以整死一個YouTuber 但我經常見到對戰多 其實沒有說對戰 即是他們有他們的要求 是的 沒有說對戰 其實真的很多不同的要求 我最簡單說 就是以前 以前Bomba都會收錢 開始 他就是行得好錢 他就是想收錢 就 類似駕會員 即是我們就送一些電影票 我們有會員 多人看就有 即是有錢 現在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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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以前是 我這樣tack 可以嗎 即是叫人給錢 OK 現在不行 因為現在是第一集 是的 第一集就叫人做 我覺得現在的觀眾都知道 其實拍片 YouTube媒體 他們都要有資金 所以他們都不會討息 可能5元 25元 你收的最多是多少錢 你經常tack 我都答不到 當然 我對YouTube有很多 我從小看得到大 我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我想知道 我想其他人都會很想 如果你說YouTube直播的話 我收的最多都是一百元 但我看到有些是幾千元 是的 所以我會羨慕別人 我不知為何 他們又怎樣 他們真的累積了很多忠實的觀眾 那些是真的要付錢的 因為我聽過YouTuber 好像是 開一些假帳戶 或者找一些朋友 我私底下付錢給你 然後你就做個帳戶 沒有 都不會的 真的沒有這些東西 現在Camp那個YouTuber 應該直播收錢 會比我多 噢 遲些可能都要再請一請他 幫你 幫我們又套錢 因為那時剛剛轉型 就是說 每個人都做直播 找人贊助的時候 找觀眾課金的時候 我是嘗試過一次的 然後那次我差點對著鏡頭哭 直播直播都哭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 那是誰 我沒有求一下他 但是 你沒有求他 真的沒有 你就是因為沒有求他 那一刻 我不想做到這樣 但是我看到很多直播主 都說 很窮 可不可以 那你去旺角 賣身狀庫 對 賣身狀庫 對 三萬 賣身狀庫 那是可以的 不知幾天 OK 三十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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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拍他 然後叫那些人課金給他 有人拍了 我知道 Hibby拍了 Hibby去支持他 鼓勵他 是的 好 繼續 剛才說 有沒有人試過 身邊的人 說錯話 得罪了 網上世界 令到影響到你的試圖 有沒有試過 有的 你不說出來 那時候 我們的節目一直 就 拍到整晚 你隨便說 最小 究竟是誰 我們哭 我哭給你看 我哭給你 我覺得 又不是很關於當事人士的事 我只不過是抱不平 那時候有個朋友叫史萊姆 史萊姆 他 他 現在他還沒有做 他現在有幫人做 OK 幫人做 他 那時候 除了社會運動那段時間 有些 就是 有些 立場的問題 或者是工作上的問題 甚至是他自己公關上的問題 令到 那時候有個YouTuber 很討厭他們 就是很討厭這群人 他就 有個叫 有個叫 是啊 沒錯 他就拍了一條片 就做了一些人物關係圖 史萊姆 我那時候和小人毛都很朋友 總之到現在 我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時候我就抱不平 就是 因為他有很多聚… 就是很多… 那些叫什麼 聚會 不是 活動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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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很多 罪名 加了很多罪名 給他 給那個圈子 那 我 我自己自問 我都經常跟他們玩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多罪名都是 莫須有的 那我就 試過開個live 就去 講到 扯了火 然後罵人 那樣 然後就 很多人就 將我定義在那幫人的時候 那時候 我不是很承受到那種壓力 因為 因為我覺得 這個世界 沒有了一個… 在我的視覺而已 我不是說 那件事對錯的 我純粹覺得 在我的視覺 我有些委屈 我也是幫朋友而已 其實反過來 如果你朋友 有事 而你清楚知道 那個事根本就是 被人陷害 或者可能 被人誣衊的 你都會想澄清 你現在這樣 會不會借我們的台 洗白 我又覺得 不是說洗白 他又不是有什麼 壞事 現在其實事情都過了這麼久 現在事情都這麼久 那我覺得 幫你澄清一下 不是 你說我是不是 市家軍的一員 如果你說真的 那時候那堆朋友 都可以定義為市家軍 那我是 就是我跟他們很好的朋友 我都不怕成形 我又跟他們玩 甚至乎最近新年 我都一起玩 但是 輸了錢 喂 不要提這些傷心事 Haddy這件事生氣了 Youtube就證明了一件事 Youtube界 我雖然不是 但我都會聽到 Youtube界一些消息 就是 連玩都可以輸錢 輸錢都聽到 當然 大家玩遊戲 有人有輸 沒有事做無聊 周圍爬水催 就會聽到 聽說阿星新年 去得很盡 好 我覺得 你想保護朋友 借用你自己的社交媒體 我看 好像 以我有限知識 我看 好像 反而是男生 那邊的喵叫 或者那邊的不和 是多於女生 平時 正常都會覺得 女生 多是非 女生的不太浮出來 男生的不太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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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例如 女生有些什麼 我不是女生的那些 我不知道 但你和那個女生 我也不知道 因為Youtuber的圈子 大家是 整班都是朋友 大家一起玩 男男女女一起玩 還是 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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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麼說 其實 我覺得 人群體裡面 一定是小圈子 你不會是一百個人 大家出來醉 一百個人都朋友 精彩這段沒有聲音 對 特意停了 你一定是某幾個人 特別投契 這個大家都會 我覺得 觀眾都是我的 那有哪幾個不投契 我想不到 為什麼不能說 不是不能說 我想不到 我現在想不到 有哪個不投契 有些是 可能是兩個Youtuber 他們可能成為情侶 然後反了面 這些都會有見過 有沒有試過 你要選哪一邊做朋友 都沒有 都沒有 兩個都不要 不是 你要 不是 你不會無緣無故要的 說一下他自己 那是他的選擇 你不會選擇 說一下他自己 當時不是也是平靜院 Youtuber和Youtuber一起 你都有和Youtuber拍過拖 有嗎 是嗎 有嗎 我和你相識當時 那個已經不是Youtuber 那個已經不是Youtuber 你當時不是Youtuber 好厲害 算是You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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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很厲害 我見到他那些拍手遊 那些都有 是嗎 沒有公開過的 誰 我不知道 這些是當時人自己說的 嘟嘟嘟 你說我就嘟嘟 當時你知道我 因為我不是那個圈 所以你就敢跟我討論那個人 已經在滴汗 是呀 你叫得來 你開始引導感情 很多年前 你那是說事業嗎 對 都說其中一樣 就是講感情 是 你是因為事業 而找到你的感情 是 那時候在Youtube 即是那些活動 都會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 那時候是跟了一個 那時候我覺得 又不算是一個Youtuber 不過他有Youtube頻道 他自己也有經營 只不過就是 他又不是全時間經營 那樣 又一起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那時候跟他討論 就是因為 感情上 就是對方處理得很差 對方的問題 你沒有問題 你覺得自己也沒有問題 我覺得自己 有我的問題 但我的問題不是 是足以去令到他要做那些行為 例如 原來我和他在一起的時候 原來他外面都有 無數那麼多個的伴侶 現在很害怕 現在是不是要查一下 究竟是誰呢 沒有理會 那些過去的事情 都會無謂影響人 大家自己猜一下 即是 但他找的人 都是Youtuber 還是外面的人 也不是 有些是藝人 有明星 有明星 也有些是普通素人 明星可能你會比較熟 我不是 我都不是明星 你認識我 你不是明星 那沒有人是明星 我們這些是素地 在街上收拾 那些原因是 是因為一些現實的問題 還是純粹是因為貪玩 我覺得他貪玩 我覺得他貪玩 那他現在呢 不見了 有沒有祝福過 消失了 分手的時候 分手的時候 為什麼要祝福他 祝福他媽媽 是禮貌的祝福他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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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打給他阿姨 你按一下 你按一下 問一下 嗨阿姨 我記得 那時候 神經病的 這傢伙 頂他的肺 慢慢 自從那次之後 慢慢 兩點幾三點打來 他不是喝醉酒 他喝醉酒打來 我也說了 喝醉酒打來才害怕 幸好他清醒打來 他就是清醒打來 每晚都兩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這樣熟 我經常叫他 你不要想 但他說到這個世界 好像快末日 又被人騙 人生一大的積蓄 又沒有了 本身一起租屋 又半竊 又半竊 虧了給人 就是給人家住 一起租很危險 你那時認識他幾歲 27歲 就拍了幾個年 拍了一個月 你說是否傻 一個月就 我不是就說 他是不是一男 真是真愛 我突然對你的故事沒有興趣 又幾十萬 又被他租屋 又 一起住了兩個月 那他一定很吸引 是否很漂亮 是 漂亮嗎 是 這個月就被人水了一起租屋 是 但他有說是夾份租 沒有夾份租 你自願比較好 我自願 那你自己壞 沒有打眼識別人 真的叫做沒有打眼識別人 因為那時很有趣 YouTube 你認識到的人 是異常有親切感 有些志同道合同行的感覺 你會覺得大家聊到 你為何要這樣做 我好像到現在都很 沒有試過和一些 全職打工仔的女生 我之前那些都是同學 甚至乎是一些 小過我很多年大學生 總之是會欣賞你做的事 明白你做的事的人 其實這行很難的 譬如我做YouTube 我拍片 到外面其他行業圈子 其實他們未必明白 你為何要這樣做 或者賺不夠錢 要賺到自己 有很多現實 跟他一齊 剛開始接觸他 可能會覺得 我聽過很多朋友說 做YouTuber 其實很容易追求女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人容易打開過話 等等 是容易的 紅的時候是容易的 但正式生活 相處的時候 發現原來他是 不同了 和鏡頭的我不同 不是平時那麼開心 經常都可能要顧三餐 不是賺到那麼多錢 不是有那麼多資助 我也經常說 其實YouTube界 以前那班 現在多了很多 我只是用以前去說 我應該是最窮的人 但是 你謙虛 不是我講真的 我講真的 因為 為什麼 等一下 我要講為什麼 就是因為很多人 他們為什麼會做YouTuber 是因為他們本身的經濟能力 已經是上可 他們有時間去做 即是全部都是有錢仔 會比較 會比較 穩定 做生意人 你本身 知道自己 可能會虧得起一點 對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以我了解 而我不是 我是真的那時讀書 粉兒出來試試 但我也沒有去 好好安排 沒有任何計劃 完全是零計劃 去進入這個界別 所以就是 他們看不到我看的東西 所以我當時 我中段的時候 二十六七歲的時候 我是 一直回一份 關於拍片剪片的工作 一直去做YouTuber 所以我是 有段 我不可以叫自己 全程投入 因為我都要維新 所以就是 我跟不上 其他全職YouTuber的步伐 所以就被人 爛落了 還是你自己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你是上到你最高峰的位 但只不過 你那些叫什麼 急流勇退 即是你突然間 唉 我不想再接觸了 即是你那時候 我記得 最誇張的是 我和你拍攝 我們剛好那天 就在一個 門口 在一個放學 在一間小學門口 然後他在我旁邊 你躲起來 我說做什麼 你待會知道 我說做什麼 即而且 他一放學 小學生 喂阿星 喂阿星 我叫他 但我們是做幕後 對 很尷尬 他的名氣 更厲害 那個星 那個星 都沒有人叫他 他說這些事情就是有時候 我很難 工作和YouTuber 很難拿到平衡 所以我其實 我都要維新的時候 我很想接多些 幕後的工作 但我都會怕 我都會怕 可能會影響到 隊員工作 可能會影響到 星會覺得 嘩 你搶了我Focus 即是導演就說 哎 為什麼突然間這麼煩 我們在說拍 你突然間要拍照 糟了 如果你跟觀眾說 不好意思在做事的時候 他們又可能有黑感覺 嘩 你這麼囂張 為什麼不行 不可以拍照 會這樣 所以很多麻煩的事情 這個就是 你有人氣 我到現在都不覺得 我當時是 熊的 我叫做當時 比較有人氣的那一班人 即是熊 我覺得熊 熊是說 真是 哇 真是開演唱會 或者是 那些是 藝圓聲明 熊 是的 那豐哥好嗎 豐哥當然是熊 不要說這個 又叫人家 豐哥當然熊 我小時候看 豐哥拍的那些作品 我拍些什麼 拍些什麼 現在放就 不要這樣問人 你放不到你喝了它 這裡吹了它 吹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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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字的 什麼來的 你說 你喝了它 放過你 我經常都不記得 那套 因為卡了很多年 拿著行李箱 那個 專業分手員 是的 專業分手員 他第一個獲獎 是的 我很喜歡看那一條 為什麼 有一段時間 我很想拍到這個質素的作品 但它 人力物力 十分很多 又弄了 有情牌 那時候 弄了多少 弄了幾個人 鵬飛龍 鵬飛龍 我記得 在那嗎 在那嗎 其實我那個 我主要是動員 不是那個 鵬飛龍 當然不是 那是馬家軍 我不認識 那時候還沒出生 我只是 給你十幾句 你知道我怎樣認識 我是後來唱K才知道 這首歌OK 哪首歌 分手專員 專業分手員 是的 都是那些 然後 我記得 那時候還有Angela 小貝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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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看看 人情牌 是的 所以 我覺得都辛苦 辛苦 我們什麼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 又有些事情要拍 如果反應好 我們就一起拍一些 好啊 我想 想學習 例如呢 他剛才想拍劇情 是的 其實我想拍劇情 其實香港很多比賽 都可以參加 不是很多 只有幾個 但其實都可以 循環這條路 因為我自己都是 屬於 拍一下拍一下 都不知道拍些什麼 唯有參加比賽 因為參加比賽不是為賺錢 但你自己工作的時候 就看有沒有客人 當你客人的東西 拍來拍去都一樣的時候 自己要尋求不同的地方 去發揮自己的創意 比賽我覺得是其中一個原理 你有沒有想過 真的買班 去做一個劇本 有的 其實 很小 好用 主角 主角 主角就沒有了 其實當中 還是 有人氣的時候 我是有 嘗試過組織自己的團隊 去參加比賽 拍一下其他事情 但是 很多人事的問題 也是佛力 就是 原來大家 因為我也是在YouTube的圈內去找 可能有些是拍一下 拍過一下 又找他幫忙 大家一起 對話 一起玩 但是發現大家都是 在做一個項目的時候 大家都不想付出 反而是做自己 會 投入更多 經歷了很多個 其實中間 即是在轉型上 轉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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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 傾向做一個導演去處理 我不可以再去 找人去幫忙做 可能製片 或者是 whatever 這就是你未來的方向 對 你現在應該容易了 因為你近幾年 都是專注 只是幕後工作 但我那些幕後 都是傾向 不是一些 傳統的製作 工作 我不是學院派 如果你說分 我覺得 例如 例如現在 我很欣賞 事當真他們 其實很多都是讀演藝出來的 他們很豐富的一些 程序 是真的拍攝 一個 drama 應有的人手 的崗位 分配得很好 但我們這些 一直以來都是 one man band 我們 你叫我現在 再由頭的時候 我要有一個人 去 監製 甚至乎 幫到我 可能是一個監製 那我可以真的 在我到那場戲 我覺得我勝任到的 但是 其他事情 我不是很擅長 我要有一個監製 去support我 這樣 監製 support 監製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立即開一條新頻道 我 立即開一條新頻道 你不要亂說 你就直接加入 不如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分走觀眾 哈哈 不知道有沒有 開一條線 開一條線 專拍drama 那就可以 是 其實很多事情想說 其實很難 一直想想drama 來拍的 我可以的 短短短 我經常跟她說 我經常跟她說 我現在拍檔 這個 Cent哥 我經常跟Cent哥說 很多小drama的idea 女句 然後呢 拍一下 哪部機 這個呢 拍一下 但是都是比較 天馬行空 還有要有些前期準備 天馬行空 需要CG 可能真的要 有些是需要CG 明日戰記那些 又未去到的 有沒有人細做的 簡簡單單 會不會像我們有個朋友 之前搞那些 就是小堅 堅哥 他以前拍了Mobie 類似 我覺得 他的Graphic 都是很厲害 但現在真的有那個心態 是你很想做好一件事 多於我拍完出來 我去等那個成績 我很想真的 籌備好 拍完出來 有沒有人看 其實不要緊 我傾向這個心態 但因為前期花費 實在太多人力物力 大家都要賺錢 其實你講來講來講錢 這個就厲害了 這個可以說 這個有東西爆了 就是 我以前 現在才拿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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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講 喝一杯 來來來來 繼續 錢 關於錢的東西 最喜歡講錢 男人不是說女人講錢 現在講錢 這個我沒有在幕前講過 但我自己私底下 我26歲的時候 我當時有一個師傅的人 不是師傅夾大 是大J 他在日本 現在是日本 我也有Tigerian 以前也不錯 我也做得不錯 他是我的 那時候 步入YouTube 開始 有人認識的其中一個因人 他令到 我有自信地 去建立自己的頻道 那時候 跟他一起 就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 去拍攝 到26歲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事 我記得他跟我說過一件事 是K房 坐在旁邊 就是這些椅子 他跟我說 因為那時候 我開始離群 因為我覺得 他們開始轉型打機 我就不太喜歡 我想拍戲劇 你突然做什麼打機 然後他跟我說了一句 說話 我記得現在 打起來是戲劇 哭了 沒有 沒有哭的 他回答我 他說 阿升 其實 我們 很難避免的現實 但很多事都是 流馬車 那些 我被他玩過 我被他玩過 碰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 厭遇的機會 但是那時候 有些YouTuber 可能拍照 剪卡流出